在刚刚结束的《泰晤士报》全球大学排名当中 新西兰的所有大学的排名再次下滑 新西兰大学在另一个国际大学排名中继续大幅下滑 由《泰晤士报》高等教育杂志发表的全球大学排名 奥克兰大学是唯一进入前200名的大学 已经从161名下滑到164名 但这对于新西兰并不全是坏消息 新西兰有无所大学进入了前400名 这样的一个体面的表现表明新西兰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提高 专家表示新西兰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相对较好的位置 比如与东亚的合作 目前大量的研究正在发生在这个非常繁荣的地区